近日俄军就再次猛烈打击了乌克兰的多处目标 包括首都基辅都传出了爆炸声 但这一次呢有一点反常 就是乌克兰这边啊没有太大的声张 甚至在基辅呢都没有拉起防空警报 那么这里边有什么名堂吗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12月11号到12号期间呢 俄罗斯在多个方向对乌克兰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而与此同时呢在卢干斯克顿涅斯克这些地方啊 俄乌双方都发生了规模不大的地面进攻 这种进攻也有双方都互相发起的都有 而据称呢乌军在这些打击的过程之中呢 有一些武器装备和后勤点被击毁 有消息称啊在此期间 乌克兰首都基辅地铁伯和左岸就传出了爆炸声 但是呢整个基辅他没有拉起防空警报 而就在11到12号期间 当地时间13号还有部分的这个空袭 那在这些过程之中啊除了这个基辅 在奥德萨呀尼古拉耶夫啊 以及哈尔科夫等地方啊 他都是拉防空警报的 12号的时候呢部分地区 他又一次想起了这个防空警报 双方呢地面部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3日 而且还在进行的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战报就说 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等地区呢 对多个乌军目标实施打击 并摧毁了乌军一套防空导弹系统 但是没有注明到底是西方援助过来的这些呢 还是说原来他那些手上老的那个俄式的防空系统 在南顿涅斯克方向呢 俄罗斯的炮兵部队就击败了乌军的进攻 在红利麦方向的进攻行动当中 俄军已经取得了进展 这是俄军这方面说的 而与此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战报啊 他说这个乌军在卢干斯克顿涅斯克登约11个定居点附近 击退了俄军的进攻 两方说的都是有一点差异 从整体上来看 从事态来看啊 俄军这边说的这个真实性略高一些 从现在汇集来的各种信息来看呢 俄军这边还是在持续的进行猛烈的空袭 地面部队还有一定规模的进攻 但是现在的空气和以前有所不同 就是啊 你看这一轮打击啊 并非是打这个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打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 而是乌军的重要目标 据传呢 基辅啊 爆炸的那个地方啊 是位于基辅郊区的乌军的一个情报信息中心 这里汇集这乌军的战况 并进行初步的分析汇总啊 进行初步的这个情报处理之后呢 是要提交给上级的决策单位进行决策 那么如果这是这么个情况呀 它其实能说明几点了 第一啊 俄军现在是在点血 俄罗斯并不是大面积的去打击其服 而是精准的打击了乌军的要害部门 也就是说打到了这个乌军的上级机关的这个要害部门 这军事意义啊 这个味道里面是非常的重啊 预示着后期俄罗斯可能会有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第二呢 乌军呢 这边是在掩饰啊 他想这个大事化小 乌军虽然受到了这种实质性的损失 但是在社会层面上 其实影响并不大 因为他只打了他的一两个情报中心嘛 他这个影响并不大 况且现在炮火连天呢 哪里爆炸一下 哪里被空袭一下 其实也习以为常了 所以呢 有利于乌克兰现在把这个事先给盖住啊 在社会层面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影响 乌军知道俄军呢 是在对乌军位于首都的重要部门 做这种点穴式的打击 他不想把这种被动的局面扩散开 引发国民的慌乱 同时呢 也不想被西方知道 乌军在这一点上 他是吃了个鳖 是被动 第三呢 俄乌冲突呢 很可能会越来越复杂 政治谈判的进程啊 好像没那么乐观了 俄罗斯方面呢 似乎也在调整前一段的做法 从准备进行这种政治解决 转向进一步的军事打击 从而获得更多的战果 看来啊 这个冬季 俄乌战场可能不太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